大家好,早前去了香港迪士尼乐园玩了一天,还拍了一些片段,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啦! 其实去的方法很简单,搭港铁迪士尼前就到啦! 下车之后就跟着人走 见到这个地标再向右走,走前点就会见到一些售票处 由于我在网上已经买了票的关系,所以就不用再排队买票,直接说个QR Code就可以啦! 前面就是大门口,见到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在排队等入场 入场都很快,只要数一下QR Code就可以啦! 在未正式介绍我玩了些什么之前,先讲一下整个乐园有什么配套设施 作为一个乐园,里面都有很多餐厅给大家选择,包你不会饿了,不过当然价格就一定不会便宜啦! 另外周围都有这些小食,停迷一下小食和饮品 值得赚的是,它有几个位置都有免费水提供 好了,正式介绍一下乐园,它有分了六个区域 那我就首先来到最近乐园门口的明日世界 这个区域都算比较多人气的游乐设施 例如有星球大战系列,铁甲奇盒,和刚刚新开的矮盒与黄蜂女 我们首先玩了星战的极速穿梭 它其实是一个室内过山车,都挺刺激的 接着就去了旁边玩《起合与黄蜂女》 游戏玩法只是坐在车上,拿着枪射向一些特定的目标拿分 我就觉得没什么特别,有点失望 之后就去了铁甲奇盒飞行之旅 都接近排了八个字才有得玩 館里面就摆放了一些有关铁甲奇盒的展品 等你一边排一边看,不用那么闷 拿着副VD眼镜就可以入场看戏 那它里面的椅子其实就装设在一个很大式移动的平台里面 故事以香港做背景都挺有趣的 明日世界我们就玩了这几样东西 其他那些对于我来说不算特别吸引 接着我们就过了旁边的幻想世界 在这里你可以玩到很多经典的游戏 例如咖啡杯,或者旋转木马 由于时间有限,那我们当然不会玩那么大路的东西 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它,小红维尼历蜜之旅 在这里拆开一点,其实在某几个人气的游戏 都有这些整理券给大家拿的 那大家只要在指定的时间回来玩 就可以不用特别再排队 另一样要提的是大部分等候区域的位置都没有冷气 最多都是得一些风扇 如果大家特别怕热的就要想想方法 说回这个游戏 它其实就只是坐在车里 那车就会带你穿过很多不同的场景 这个小朋友应该会挺喜欢的 再去隔离米奇幻想曲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多观能体验的电影院 它的3D效果做得非常不错 另外还有一些水和香味 会配合剧情噴出来 就是靠座位后面这些装置了 镜头一转 我们现在就来了少少世界这个位置 它这座城堡外形也是挺吸引的 这个不用点牌很快就到我们 那在这两三分钟里面 那你就坐在一架小船里 那就不断穿过很多不同的场景 就带你看一下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特色 干嘛呢 这个就叫童话园林 那里面其实只是一些普通打卡拍照的位置 没什么特别 那我就不特别介绍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环境不同了 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幻想世界这个区域 那就进入了探险世界 可能现在是夏天的关系 所以整个乐园很多地方都可以买饮品 除了普通汽水可乐之外 还会买些果汁 这个就叫狮子王庆典 是一个30分钟的show 那里面会有些歌舞表演和一些雜技 那里面会有些歌舞表演和一些雜技 故事内容就不多说了 不过这个show是值得看的 好 好 继续是在探险世界 现在就带大家去坐下船 这个就叫森林河流之旅 今次真的坐在真船上游船河看看东西 不是火粥不用怕 只是它们的烟幕效果 好了 我又去了另一个区域 叫反斗奇兵大本营 没有的 太刺激的东西就不适合我了 所以只玩了這個彈弓狗 轉了幾個圈之後我們就來到另一個區域叫麥莉莊園 這裡可以說是整個迪士尼樂園最小的一個區域 這間就叫麥莉大宅 裡面就有很多畫和放了一些展品 當然重點就是坐過這架小車 裡面又是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個人覺得這裡的場景和特效都做得好 過之前的小熊維莉和小小世界 好,玩了這麼多時間已經所如無幾 最後就來了迪士尼魔法書房 看見有些餓我就打算買個跑谷一邊看一邊吃 誰知還沒進去已經吃完 足足排了40分鐘 話說這個表演我們已經排過三次 但三次都提前呼了 所以對他都很有期望 可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看完感覺一般的 沒什麼亮點 音樂 I'm in my gallery, I'll play guitar and I'm walking around I wanna be like you, I wanna walk like you, hop like you I love that perfect girl is gone, here I stand 終於來到迪士尼最後一個重點環節 就是夜間巡遊 這個巡遊每晚都有 但是平日和假期的巡遊時間都不同 建議看之前先確定時間 再預早一點,霸佔前排位置 那我就拍了一段巡遊的片段給大家欣賞一下 signed隍住,霸佔前排位置 How are you照顧我呢 你是我的 owner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